短時間你搬不了家 沒有辦法搬到一個更喜歡的家 然後要怎麼樣 讓自己住在這家裡面會更開心 好 這邊是有洗衣服來的 今天這是裝的東西 在 他坐好中間這個 因為我中間這邊是要掛衣服的 你綻碎我衛生器喔 我拍了你的臉 喔 喔 他有那個好幾支的那個 是不是 Ceezee Ceezee 我们也想过一遍一遍 心情感觉也不会 完全坏坏 坏掉了坏掉了 嗨大家好 我是依娃Joanne 今天我想要分享就是 其实我刚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那时候只是单纯想要分享我 刚搬这个家 那时候应该是快要四年前 然后呢 那个时候是19年的房子 那我前前后后装房 大概只花了30万 然后这次呢 因为事隔了三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说 其实现在最近在流行的 都是比较软妆取胜 然后用把一些印装都拿掉 然后就是用软妆去布置你的家 但是因为我们家 因为有一些本身硬体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到那样子 但是我就想说想要改成一个 我自己看了会比较舒服 还我现在喜欢的一个家里的模式 这样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电视墙 跟电视柜 还有房间主要是为了方便 因为本身就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就多做了一个衣柜之类的 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家做了一些的变化 短时间你搬不了家 没有办法搬到一个更喜欢的家 然后要怎么样 怎么样让自己住在这家里面会更开心 对那就是做一些小小的改装 然后我今天就想要来分享 我家里完全没有整理哦 就是我今天只是比较早起床 想说好像我等一下下午才吃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 所以呢就是大家请建议 你们看后面餐桌乱成这样 因为那边没有改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要讲那边 好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来讲我的电视柜 这个应该是改变最大的地方 电视柜我之前是用 深咖啡色 在IKEA买的那种系统的电视柜 就是他们的那个木头 然后你可以挑自己要的板 还什么之类的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喜欢把就想要把家里的色压低 可是我想说是不是年纪大了 就开始会喜欢一些 就是也不是喜欢 我就想说我想要比较浅 这样看起来比较明亮 因为我家说真的 如果以现在的房子来说 客厅算大的 就是以这样的频数 客厅算大的 可是还是就是会觉得说 怎么可以有更大的可能性 然后呢 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一整组的电视柜 移到别的地方 然后想要订一个真的电视柜 当然你说我也可以 不要电视柜 然后挂在墙上 我现在来解释了 为什么我还是一定要订电视柜 就是没有办法说拿个电视柜 用各种的软妆去把它装饰起来 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们刚搬进这个家的时候 还没有这台电视 这台是80寸的夏普的大电视 然后呢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想到说 后来会来这台电视 因为这台电视算是人家送我的 那所以我的那个电视柜 就是一般大小电视柜 所以你到放到65寸都是刚刚好 绰绰有余 然后后来就 来了这台电视之后 就整个你知道 通常电视柜应该是要比电视还要大嘛 你这样子看起来才是正常的 这台电视等于跟我当时那个 IKEA的电视柜是一模一样大 就是像整个看起来是一个 一体成型的一个长方形 就是这样整个这样子 住立在我家 所以整个这整面 整面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然后越看你知道吗 就后来就发现 诶那个电视柜好像有点斜斜的 我是不知道 但我朋友来看他是说 其实他有一点点变形 因为这台电视很重 然后那电视柜又是那种 IKEA的品质就是那样 然后又 对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 我其实也这样子默默的 让他称在上面 称了大概一年半两年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了该来改变一下了 所以我就决定做了一个新的电视柜 然后加上我又想要把颜色压低 想要让他变比较浅色系的 那这个是我请我国中同学 涂先生 因为他老婆是设计师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idea之后 他就跟他老婆讲 他老婆就竟然帮我画设计图 就是义务的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是请募工 我自己找了很多功课 然后电视柜很好找范例 所以我就直接找了sample给他 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做新的音响 好 现在来讲一下这个电视柜 我是很满意 其实它是美丽的错误 因为本来不是想要做这样的 我再把设计图放上来 本来呢 因为我们决定好 设计师建议我们先把 要的音响先挑起来 所以我们跳这一组 Soundbar 之后 就要告诉他说我们要这一台 然后就帮我们重画了一个设计图 本来是打算那颗音响放在这里 然后他这里是要做一个平面的 就是一个不是电视柜 他想要多出来一个 是在地板上的一个小小的平面 让我们放这个音响 但后来反正不知道怎么样就误会了 他老公就是我同学 他做出来的就是整个 完全布满我们家的这个 你知道大小 所以就变成说 就把就改成放在上面 那我后来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也不是对的 就是这样才会协调 因为以我们家的条件 我现在并没有把它搞得很几何 或是很软妆取胜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协调是舒服的 对 好 那我直接这样子介绍比较快 好 然后因为我家呢 就是平常还要住人嘛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天 帮我完成这些东西的 那电视柜当然就是先在工厂做好 直接过来然后再订上去的 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这样讲 这里呢就是白色的台面 这边贴白色的皮 然后他下面帮我用这个 有点米兴色的 算是米兴的柜子 然后就是都可以装一些 而且我平常这边本来就装的一些是医药箱啊 然后就是防疫的东西 然后两个抽屉 对 都蛮大 而且我都有做缓冲 我有胶带它把它做缓冲 中间这个洞就是完全完全 否这一颗桑巴有的 对就是刚刚好 旁边会有一些小缺口 就没有到很 不会很紧绷这样 对 然后上面我就觉得这样子很简单 就很好看了 好这边呢我就做了一些小小的摆设 但是当然就是我会一直不停的换 那这颗灯我是最喜欢的 开给你们看 晚上如果你看电影还什么的 就可以只开这颗灯 觉得超级赞的 美棒 再来就是要讲这个墙壁 墙壁是当天 当天来订的时候 我还不确定我要什么色 然后呢 那个油漆师傅就说 你跟我说你想要类似什么色 然后我就当场他就给我色考 就这样跳跳跳跳 然后就挑起来 就是有点其实你看会觉得有点像藕色 就是其实我是要灰色 但调起来有点 藕色 可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蛮调和的 如果是灰色的是不是就有点太工业风 但是如果是有点这样子藕色的 就柔和许多 所以我很喜欢 然后这里有我最喜欢的 小瑞松的Georgie Johnson的摆设 这是蜡烛台 对 OK 好再我想要顺便开始讲一下 就是我家的窗帘之前 就是用比较深色的落地 窗帘 但是呢 我后来看看觉得家里的光线真的很重要 我家的光线 这个就是早上起来会特别强 但是其实到中午这个时间 就会变成是只有这样 我现在是没有开灯的状态 对 所以后来我决定换这个 窗帘 我跟你们说有多便宜 这一组好像才七八百块 我在虾皮上面买的 然后呢 你这样看哦 就是它感觉是有透光进来的 可是其实从外面啊 看不到里面 所以我非常喜欢 又很便宜 只是说你说它的细致度嘛 它就是这种空的 对 如果说你家是穿这种空 它也有那种用掉的 有用掉的 因为像我姐妹家最近也是换 这个窗帘 我就推荐她说 你如果没有特别要求 一定要什么龙美窗帘的话 就觉得这个很适合 就是真的很漂亮 你也可以做双层的 它也有双层 然后是可以完全挡光的 对 所以就是看个人需求 好 然后呃 再来是这一个 我好像之前装好之后 都没有特别介绍它 它就是我在 淘宝上面 掏的一个柜子 那其实它既然还有很多的 呃 小小的瑕疵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 但是我没有分享说 我摆了这个柜子 我觉得如果说 你是要摆在公司 还是什么的 淘宝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如果说你摆在家里 你又很注重细节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 你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它确实 便宜的东西 你就不能要求它说 要多完美 对 但是如果你说 一般的 基本上的 民生需求 都是也可以达到 好 第一层就是 摆我的这些蜡烛门 蜡烛宝贝们 然后还有下面有水晶宝贝们 然后这鼠尾草 然后一个零食小柜 这个柜子 这个小小的收纳 我也很喜欢 透明的 好 然后一个就是 摆设画 第一层呢 我是放我的药 就是保健食品 有没有 好 很乱就不用一直看 第二层就是零食了 对 大胖子有时候 你知道可以直接自己拿取 第三层也是 那么 第四层也是 到底多爱吃 好 其实很少吃啊 只是就是以备不食之需 然后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放一些 呃 拉哩拉哒的东西啦 对 一些蜡烛的 还没用过的 然后下面是放我的 随身出门的包包 他 我就用一个这个 大的 五一两瓶这个 箱子来放 所以我觉得就是完整的 符合出门需求 那下面我就是一样 旁边是水有点乱 下面就是放扫地机器人 然后下面会有那个 延长线 就接两颗这个喇叭 对 好 这就是 新买的柜子 餐柜的部分呢 就不用特别介绍 我只是要讲一下说 我餐柜 因为我当初太傻了 最傻就是没有接电在这一面墙 所以我这个餐柜 旁边有那个电线的地方 完全不用用 然后这边要接任何的延长线 都很麻烦 所以呢 这边我就拿来当摆设 就放一些有的没的 上面是酒柜跟杯子柜 下面也是放一些 拉哩拉扎的 然后呢 这边就很乱 不用看 好 我已经懒得打灯了 现在到达了我们家 就是算是 新做的一个 算是我老公的衣橱吧 可是我自己也有啦 我就把另外一个柜子拿去隔壁上 当初要做这个柜子的时候 我想要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 我就找了非常多的照片 然后想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就是之前通常我们是用那种 开放式的衣架子 来放她这些衬衫 就是她出门要选衬衫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想说会有这个设计吗 后来我发现真的有 就是用这种绿的杆子 就有 然后呢 大家先 这个画呢 是我妈送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了 我就目前还是会把它挂着 就是我妈那时候 都会我们结婚都送的这个 算是 她这个包是什么画 反正它不是一般的画 就是一些手工艺之类的 对 总之 虽然说很不搭干 那时候还是会摆着 就是妈妈的爱心 好 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因为一样是要请我同学做 然后又同学就是纯木工 所以我想说那 通常 我们家之前都是找木工而已 然后都是我自己找照片 给他们说我想要怎么样 那这次的话就想说 因为要完全量身打造 那是不是我就要自己画 所以于是我就自己在家里画了 好像很有一回事的设计图 旁边是已经计定的事实 就是本来这个 本来这边我是放一个IKEA的 就是算是衣柜拉的那种 但是我就想说那就不要改变 所以呢 这个旁边我就想说 那有一样是做一个这个拉的 然后可能不要这么多层 然后后来我朋友是建议 我就是一样做好多层 比较适合收纳 然后呢 旁边我本来 我就想说 上面就是三层做那种 你知道就是扁的 可以放一些什么 皮带啊 然后领带啊 就是很多配件的 然后下面一样做两个 看是要什么 我就想说看是要怎么样 让他决定 对 最后呢 上面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上面 我希望把这一整个 移到上面 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所以我下面就还可以摆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个吊衣杆 画在上面 然后呢 可不可惜 我就先画再说 然后呢 他就设计 他跟他老婆讨论之后 又画出了设计图 我会把设计图再贴上来给大家看 对 反正我就很满意 我就想说 那太好了 就这样吧 对 因为我的需求比较不一样 我想要做这边是开放式的 这个东西 那他就势必是要 呃 他就有点只有杆子 然后就是要撑起这整面 都没有整理 所以上面 这两个一样就是 这我平常在家的居家的T恤 然后呢 这个就是外出服 就丢在这 上面呢 就一样是四层大层的 对 每一层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幸好我有重做 因为我衣服说真的不多 可是呢 还是不够白 好 然后再来这个地方呢 呃 我上次介绍我老公的东西的时候 就有特别讲了 先讲上面好了 这边就是他外出需要的衬衫 然后因为他每天都要穿不同的 所以呃 就不要 就省去开开关关的 反正 通常这一边呢 就是呃 这个礼拜可能会穿到的 所以就不用在乎什么 灰尘的问题 然后刚送洗回来的 都一定是会有防尘套的 对 好 接下来呢 好 这四层都是一样的大小 然后这边就是 第一层是他放 领带区 第二层就是我的 你知道 太阳眼镜 然后跟一些杂物 一些腰带什么之类的 区域 好 第三层是我的帽子 帽子 帽子 围巾 对 好 然后呢 下面我就做这个 我就说那你就用一个大洞吧 就是我在自己看要怎么弄 然后我就去找了发现 无印良品的这个最大的箱子 是可以刚好放放这样 然后上面我就把一样两个无印良品这个 这个是呃 去城市这些 随时可以拿的到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对 卫生用品随时可以拿的到的 然后呢 这里我就是放的这些 你知道各式各样的购物袋 因为我非常需要一个可以放购物袋的地方 好 然后这边一样是随手可以拿的到的卫生纸 然后一样用一个无印良品的这个送大袋装 对 这些就是我 因为在厕所的旁边 所以就是 完全否 厕所上面这些东西就是否厕所可以拿的到 随时随地的 然后打扫可以拿的到 那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我的这个 旁边这个空间我要能放下我本来这个洗衣袋 因为我没有想要换它 所以就刚刚好 就是可以放上一些脏衣服 不好意思 好 对 这边就放下他的 我本来的洗衣袋就分黑白 然后呢 旁边有这个钩子又可以 就是我本来去买的钩子 就是有一个杆子可以让我勾到上去的这个皮带 跟它的领带 对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 对不起 让大家看到我简陋的摄影设备 好 好 这边一样是一个杆子 然后就看我 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挂来这边也是可以 你如果不要挂 就是一样这样干干净净的一个镜子 对 好 这就是我的衣橱 因为呢 对 就是衣服现在太多了 就 还是要把它做起来 然后他这些五金都有让我特别挑 就是像 就是他就有让我挑这个正方形的 我就觉得还蛮细致的 然后每一个我一样都有做软罐 对 有吗 忘记有没有做了 哦 有啦 多多少少有 但是这个冲力比较大 对 好 好 大家来做Ending了 以上就是我非常非常简略的介绍我家的这些新的改变的一些资讯分享 那我再把一些细项跟我花的钱放在下面 因为木工本身就会有一定的价钱 它是全手工嘛 对 然后还有我们音响的品牌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家庭用这个音响就已经很足够了 就是已经超级就动动动 就是挣了欲联了 对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就在之后的影片再可能再 就是稍微这样子参差不及的加进去这样 对 那我的影片呢就是分享一些我的日常生活 然后我可能曾经的工作经验 然后还有一些我用的东西 我老公用的东西 还有最近一些什么资讯分享 我想到想要分享给大家 我就会做影片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更新的时间可能不太一定 因为必须还有一些工作在身上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很全职在做这件事情 对 那还是希望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分享 也不用分享 就是开启小铃铛 就是才不会错过每一个影片 对 那也记得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因为我的生活都在上面 对 那最后谢谢大家 我是一尾九尾 那 呃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